15号听闻恩师刘文正 逝世消息 依能近一度哽咽 在背板前调整情绪 但如今这眼泪是白掉了 因为过了一夜 刘文正经纪人突然改口 说人还活着 声称是中国有人出资 20亿要邀请刘文正付出开场 他不堪其扰才会放出假消息 但平面媒体报导说 刘文正的恶意 有致电跟本人确认 刘文正解释跟夏玉顺 很多年没联络 也因为这次闹得太大 的确有点不太开心 刘文正引退多年 移居美国后 动向始终沉迷 近期也无任何消息 一切都得靠经纪人回应 这也让求海正发文 说如果对刘文正大哥不守的话 他一定会跳出来澄清 这是假消息 所以重点来了 刘大哥本来就不爱被打扰 那这爆料的理由是什么 子弟兵飞音三叔之后 也各自发文 其中伊能靖写下 不是大家都在讲 就是真的 刘大哥想要安静 现在也不希望大家去谈论 方文林也说 他本身就半信半疑 但在与不在 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人 这种状况是可以依照 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来处以三日以下的拘役 或者是三万元以下的罚患 夏玉顺对媒体散布 不实讯息也引起广大网友 踏罚 但也幸好这一切不是真的 松了一口气 暂时我姜文贤 蔡君琪 台北报导